怎么那么贵 男儿两袋糖果结账 没想到就破400元 吓得老夫妇决定只买一袋就好 迪化街年货大街26号正式开跑 一大早就吸引许多人来采买年货 不过却发现好多东西贵桑桑 这么一点怎么那么几百块好贵 以为是大卖产会比较便宜 结果也没便宜 开看像是过年必备的开心果 定基一斤就从420元变成450元贵30元 杏仁果一斤也从290元涨到300元 热门的糖果100克 更从49元来到59元 平均贵了一两成左右 而业者也坦言成本上涨 因此不得不喊涨 坚果类跟我们的糖果类 因为市场上面都会有涨到两到三成左右 所以我们也会有稍微的微调 今天很特别是还新增了像这样子 高单价的糖果吃 100克就要79元 不过像是这种地球图案 还有养乐多造型的糖果 甚至就连金元宝还有麻将 是通通都没有缺席 现在大家过年过节都喜欢一些吸引眼球的一些糖果 我们还有进这个元宝麒麟 让大家可以摆在就是办公室 或是拜拜食用 瞄准民众求新求变 传统糖果不够看 发现精致价格高的你有市场 年货大街开始进货相关商品 这次还联手网购和外送平台 打造全台最大线上精品年货专区 今年更首度祭出免费接驳专车 协助民众往返迪化街 后车站商圈和北门捷运站 让大家拜年货不用东奔西跑 期盼没有疫情搅局下 麦气大大提升 TVBS新闻 新闻向刘轩 台北怎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